T1職業籃球聯盟舉行 2022新人選球會 採取指名制 各球隊在每一輪同時提交一名指定球員 若有不只一支球隊在同一輪選中 同一名球員 則由球員逆指名球隊 元年總冠軍高雄全家海生 日前參與新北中心特攻 埋下首輪的指名權 因此海生第一輪可以指定兩名選手 而這兩位新的勝利軍 就是東山高中的兩代戰神 白耀成以及邱子軒 兩位好手自從東山開始 並肩作戰 之後又在一手大學 成為隊友 到現在再度攜手 闖蕩指南電堂 兩位選手都表示 信心滿滿 那其實很期待 但是我覺得說 他也有他的空間 我也有我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一起入比這樣 白哥這個就是他的傳球能力 跟他的控球 還有他的細節 跟控制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我必須學習的地方這樣子 高雄全家海生不僅兩位重要戰力 期待能夠往衛冕之路 更加邁進以打步 另外也希望在新賽季 達出更好成績的 還有台南泰港獵鷹 去年賽季末 臨為壽命的劉孟竹教練 新賽季正式成為總教練 選手會上就選進昔日 踐行科大愛將古毛維佳 期待能夠在新賽季達出全新風貌 從國中就認識孟竹哥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感情是非常好 孟竹哥所以他也比較了解 我自己的一些特色 然後也知道該怎麼去調度 去使用我這樣 今天共計有14位選手被球團選中 邁入紫蘭殿堂的第一步 也期待這些台南新星 未來能夠在更高層級的賽場 有更加強勢的表現 無賴體育台採訪報導